一辆救护车有如导弹般全速猛冲 哦真的 门口大花盆被推撞一路向前 一头撞进大门 整栋建筑都在晃动 恐怖车祸就发生在嘉义胡子内重化区 原来就在不久前 救护车行经十字路口 跟对象叫车发生擦撞 救护车当场失控偏离 一头撞进路边样品屋内 一开始有男子撑着伞 前脚刚走出建筑物前 鬼门关前走一遭 事故造成三名男子受伤送医 惊险瞬间还发生在新北卢州 油门催到底 没等转弯灯亮起 抢快左转 当场跟执行货车迎面猛撞 撞击力道之大 货车失控冲撞路边电线杆 机车也遭殃被撞到喷飞骑楼下 画面触目惊心 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同一个地点 11天前也发生车祸事故 左转机车抢快跟休旅车对撞 造成18岁骑士送医 至今人在昏迷 而两起车祸模式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抢快转弯量货 只是机车换成轿车正值农历七月 实际巧合让人引发联想 附近民众知乎邪门 镜头转到国道 同样生死瞬间 只见路上下起大雨 一样白色休旅车正要下砸道 紧贴前车几乎没留安全距离 下一秒 经一屁股猛力撞上前方特斯拉 特斯拉跟自己的车壳都炸开 喷飞满地 整辆车更是弹起剧烈震动 惊险瞬间全被行车记录器拍得清清楚楚 强快真的不会比较快 危险上路害人又害急 记者杨洁芬亚乔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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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